原来我买的 标志二零八 买的是新车是吧 新车二零八 开多少钱呢 开了一年多了 两年 那个车太小了 给家庭不适用 我给他买了 买的时候多少钱呢 买10万 下来12万 12万 然后买多少钱呢 买5万4 总共买5万多万元 你现在这个车看出挺大的 这能坐几个人呢 这个车 7个人 这是7座的 这个车买了多少钱 这个车12多 不是新车 买的时候是12万 12万多13万 这是个啥车 这是个在国进口的 那这个新车多少钱呢 新车30万 那你花了12万块钱 等于是买了个二手车 对 这个车买的时候开几万公里 开了4万多5万 那你感觉这个合适不合适 合适 还可以 是叔叔的车 接着过来 那家里几个人呢 家里还服务气口 哦 你会整个车可以 出来旅游 我们样的方便 有一点不好吧 不好拿点吧 这个车一定退出中国食堂了 这个要换个零件一下 你再进口过来 不好赔 费用比较高 唯一后悔的就是这家 这家没办法后悔的 开出输入行为好 还可以 之前那个车买了都12万的 你买了5万块也要说去 可不多 才开一年多两年 那家车太小了 跟家庭不适用 你说还是7座车比较适用 对 7座车比较适用 这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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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可以 在国产 不过那个国家呢 没有这种小车 现在我当幕幕里 看这个小车 弄熟 弄辣 出来旅游了 后面一时的 全部都玻璃 全景天装 还可以 没有了 怕山段 看看 风景看看 这个车确实设计的不错 合理 哦 但是他们反正是买二手车 不是说着的话 不动的话 不放买吧 不放买 得找到修车的东面 看看这个车是不是属于严险 等于是你这12万块钱 买了5万块钱 对 又花了12万块钱 买了一个二手车 对 很少钱呢 以前我管住这个车 管了多长时间呢 没有 现在手里有钱呢 这个车一停车呢 退出中国市场了 对 我这给网查查查 到处买个二手 哦 你说这个仙爱新车没有了 没有 一定没有了 2014年一定退出中国市场了 那要说你买这个车也挺直的 那我感觉是直 是 最起码咱家这实用了哈 出来哪碗 一家机构都能坐上了 那这个车费有不费有 不费有 一公里五毛多钱 那里五毛呀 是 是 是